特區政府是有憲制的責任 是需要在本地來落實 為甚麼選擇以本地立法來落實呢 就是正正尊重一國兩制的精神 因為香港是一個普通法區域的司法區 所以必須要考慮普通法的精神 來對草耳有關於國歌法裏面的內容 內容基本上是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希望大家都尊重國歌 所以任何人只要尊重國歌 就不需要擔心這條法例帶來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有些規範性的 但只是局限於有意圖 在公眾的場合來貶選、侮辱國歌 甚麼叫侮辱呢 我覺得這一種都是一本普通的常識 很難說寫到怎樣叫做侮辱國歌 但我相信社會都是一個大家都很理性 根本我自己不希望因為立了國歌條例 就有人刻意去以身事法 吵一些各式各樣的言行 希望去測試一下究竟這件事 是否侮辱國歌 每一個人都應該尊重自己的國家 所以立國歌條例 草案亦都是理所當然 為何奇怪以實在不怕 我喜歡 謝謝 今天 又